大黄你太厉害了 快快快 放到这里来 哼 坏大黄 下次不许这样咯 嘻嘻 大黄好痒啊 你快放开我呀 我快喘不过气了呀 臭大黄 回去不给你吃肉 妈 你先带朵朵回去吧 我上山一趟给朵朵摘点猪笋也香菇一类的补补身体 梁晨 你又要上山呀 要叫爸爸 哼 妈 别逼他了 朵朵他 晚上我要是回来的晚你们就先吃吧 不用等我 行 我们吃晚点也行 来 宝贝孙女 跟奶奶回家 梁晨早点回家 不许在外面瞎晃 哼 遵命 我的公主殿下 大黄咱们走吧 梁晨 我给你留饭 大黄保护好梁晨哦 这玩意口感好 回去炒菜的时候放一点 吃在嘴里爽脆可口 风味十足 大黄干得好 前面就是山神庙了 咱们过去休息一下吧 原来这就是山神庙呀 我还没来过呢 大黄 你这憨货 你果然是故意的吧 主人 刚才找山货的时候 我全身都是露水 这能怪我吗 去你的 山神爷爷 请你保佑我家能把日子越过越好 朵朵能健健康康的长大 主人 主人 你怎么了 哎 我要不要回去叫人呢 可是我要是回去叫人 这些野果和主人被野兽吃了咋办 哎 不管了 我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哎 果然还是填饱 肚子是最实际的 也不知道主人啥时候能行 主人 醒一醒呀 天就快黑了 哎 那你可就别怪我了呀 现在想要欠打 大黄 我这是怎么了 哎 主人 你可终于醒了 急死我了都 大黄 我身上怎么一股子尿骚味 哎 要不是我把你交行 你都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 叫你你也不行 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是什么 我身上的伤痕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主人 看啥呢 你一个秃头 身上和某些不可描述的地方有毛外 其他地方都没毛 看看本汪的一身黄毛多帅气 哎 跟我比你还是太可怜了 良辰顾不上和大黄扯犊子 尽力在回想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下意识闭上了眼睛 可等他再次睁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进入了奇妙的空间里 等他睁开眼 抓住了竹筐再一闭眼 自己和竹筐都一起出现在了神秘空间里 哦 物品能带进来 那活物呢 良辰在神秘空间里走了一圈 半个篮球场的范围都是肥沃的土壤 对于出身农民家庭的良辰来说 这完全可以确定 而除了这半个篮球场外 其他的地方都是黑暗的 良辰不敢进入其中 他伸手摸去才发现 这些黑暗居然像是玻璃的障壁一样 根本无法穿透 走了两圈 良辰有些口渴 他的目光看向那些清澈的泉水 这些泉水生腾得丝丝缕缕的白雾 良辰忍不住拿出竹筐里的水瓢 咬了一杯 他小心翼翼喝了一小口 泉水入口清甜 泉水入腹只觉得浑身舒坦 身上的毛孔仿佛都张开了一样 精神也未知一阵 之前的疲惫感彻底消失不见 又咬了一杯泉水 回到山神庙中 良辰把泉水递到大黄面前 大黄 好东西 别说老伙计 不关照你 大黄 你怎么了 你可别吓我啊 大黄 你吃什么了 这也太臭了 杀狗 你居然被自己的屁给熏到土 不过话说回来 这泉水也太神奇了 居然能够恢复伤势 大黄的臭屁 难道这就是 他从身体里排除的 毒素一类的 这灵泉肯定是一个 了不起的宝贝 神秘空间里范围这么大 而且土地肥物 又有灵泉 如果在里面种植一些东西 不知道会怎么样 不管了 先回去再说吧 大黄咱们走吧 良辰带着大黄 离开山神庙 当他们走出的一瞬间 山神庙忽然崩塌 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情景是不是代表着 什么特殊的意义 冥冥中预示着什么吗